为什么统治地球上亿年的恐龙没有产生文明 而人类仅用了两百万年就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文明成果 恐龙最早出现在2.4亿年前的三叠纪早期 灭绝于6500万年前的白恶纪晚期 这种爬行动物统治了地球一亿六千万年之久 尽管有着漫长的演化时间 但恐龙并没有成为智慧生命 也没有创造出文明 而人类从出现到现在才不过数百万年 如果把恐龙统治地球的一亿六千万年算作是一场巴拉松的话 那么人类从诞生到现在这数百万年的时间 恐怕也只能称得上是在季邪代 但是就是这季邪代的时间 人类产生了文明 并取得了辉煌的文明成果 甚至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 人类已经突破了地球引力的质号 进入了更加广阔的宇宙 而究其原因虽然目前还没有准确的定论 但基于进化论可以得出这样的解释 生物的进化没有特定方向 智慧生物不是所有生物最终的进化形态 生存才是第一要素 而智慧不是生物生存下去的唯一生存能力 力量速度和伪装等技能 也都可以实现同样的目的 那些无法适应自然环境的个体 就会被淘汰掉 剩下的都是那些可以生存下去的个体 他们又会把相同的生存能力遗传给后代 这是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过程 也就是说生物进化的方向 并非是一定要往智慧上靠近 而是要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从这点上来看 蟑螂和老鼠似乎比人类进化的更完美一点 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人类自身 适应环境能力太差 我们需要进化出智慧 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而对恐龙来说 它们根本没必要进化出文明 庞大的身躯和锋利的牙齿 就是它们的文明 这些足以让它们统治整个地球 那如果在现代世界的某个角落 还生活着一群恐龙 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有这么一部电影《杀出侏罗记》 里面就有这个设定 讲的是知名的古生物学家周教授和他的团队 在茫茫大海中找到了一座幽灵岛 这座岛屿会随着洋流改变位置 周教授为了能深入的研究岛上是否存在原始生物 便率队前往开展科考行动 然而中途却离奇失联 周教授的女儿小周担心复兴安危 于是找到了野外生存的专家老吴 根据科考队发出的求救信号 他们带队再次进入了这座幽灵岛 刚上岛周教授的学生眼镜男就发现了一只 韩武纪时期的古生物 这似乎证实了周教授的猜测 那科考队的失踪会不会与这些古生物有关呢 此时科考队发出的求救信号正处于河流的上游地带 于是他们沿着这条河就开始搜救周教授等人 在这个原始森林里 从未见过的植物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偏偏起舞的蓝色蝴蝶在绿营中甚是好看 然而美丽背后却暗藏杀鸡 这种蝴蝶锋利的翅膀甚至能划破树皮 眼镜男的闪光灯惊动了他们 蝴蝶朝着众人扑面而来 他们连忙逃跑 跑着跑着来到一片平地 这里湿海遍野 到处都是巨型生物的骨架 老吴隐约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但眼前的一切却让眼镜男格外兴奋 众人来到河边打算整顿休息片刻 却意外救起了从上游飘下来的科考队小张 晚上眼镜男偷偷给小张强行注入肾上腺素 他想从小张口中得知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最后在真迹的作用下 小张向眼镜男透露 岛上居然真的存在活的恐龙 但之后还没等眼镜男问出周教授的下落 小张就咽了气 第二天一早众人继续向前搜索 这才发现这座岛上真正的秘密 他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仿佛穿越到了白厄纪时期 各种活生生的恐龙应接不暇 然而这时一旁的技术员告诉他们 幽灵岛正随着洋流的变化改变位置 如果不能在24小时之内找到周教授回到船上 那么他们就永远也回不去了 众人只好抓紧时间 迅速找到了信号员的位置 但并没有发现周教授等人的踪迹 随后又找到一个山洞 在里面发现了一些大型的恐龙弹 这时一只迅猛龙出现在众人身后 就在迅猛龙扑向他们的时候 一只霸王龙突然出现 一口咬住了迅猛龙 本来迅猛龙就已经非常危险了 没想到后面还有个大boss 众人吓得赶紧逃出了山洞 而霸王龙就在他们后面紧追不舍 这时不知从哪扔出来一堆烟雾弹 靠着烟雾的掩护 他们这才侥幸逃跑 等他们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才发现 刚才扔烟雾弹的就是周教授 终于重逢的妇女俩相拥而弃 周教授告诉众人 跟他一起来的科考队员 除他以外无人生还 第二天一早 老吴发现眼镜男不见了 于是顺着他留下的痕迹跟了过去 结果发现眼镜男背包里有一颗恐龙弹 原来在煽动的时候 他就趁众人不注意悄悄拿了一颗弹 难怪霸王龙一直追着他们不放 眼镜男用刀挟持着小舟 让老吴把恐龙弹给他 于是老吴将手里的恐龙弹扔了过去 眼镜男见状立马飞身抱住了恐龙弹 这时霸王龙跟着弹的气味追了上来 而眼镜男也被霸王龙一口吞了下去 剩下的三人赶紧逃进了树林 老吴为了周教授他们能安全逃出去 决定一个人去吸引霸王龙的注意 给他们争取逃走的时间 周教授带着女儿逃到了海边 而老吴引着霸王龙来到了一片 瘴气密布的开阔地带 他随即点燃了空中的可燃气体 炸死了霸王龙 周教授这边看着火光冲天的丛林 以为老吴已经葬身火海 然而这时老吴低个头耍着帅 从树林中走了出来 这老吴是练过金钟罩还是练过铁布山啊 霸王龙都被炸死了 他居然还能活着出来 看来这恐龙即使活到今天 也抵不过人类的枪炮火药啊 这部电影好像是国内首部恐龙题材的真人电影 虽然还有着国产电影的通病特效问题 但这敢吃第一口螃蟹的勇气还是很佩服的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